我之後乾脆做一系列的 婚姻中的鬼故事 然後 你知道我最近唱了一首 客語歌叫 我要把你嚇死 是關於婚姻的嗎 其中一件 那你年輕的時候沒有做過一件事嗎 就是晚上去闖墳墓 沒有我膽嘲笑 我連鬼片都不敢看 那你怎麼敢結婚 有一天我退出了以後 你的節目如果還在的話 我們再來一集 嗨大家見過的好嗎 歡迎到李克太太 Avelyn Julia 我是Julia 大家好 我剛剛就問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叫一聲嘉惠姐 然後不用 不用 就是Julia就好了 我也是叫我小孩叫我Julia 是喔 昨天帶他們去吃完飯 然後吃完飯了以後 本來應該走這一條路回家 結果他們就 媽媽媽媽 叫很大聲喔 旁邊的人都在看 到底誰 就是他媽媽怎麼都不應他 我就說 怎樣 你可以叫我Julia 然後就說 喔 Julia我要買這個 這麼詭異的嗎 我就說 不行 對 你跟你小孩講話 平常都這麼小聲嗎 不是因為在外面 在外面我覺得不要大聲嚷嚷 因為不瞞您說 剛剛Julia 在外面跟我講一句話 我站在大概三公尺外吧 聽不到 我真的有點偏 我偏耳背 然後我就想說 你剛剛說什麼 我又有點不好意思 像很會唱歌的人 感覺隨便那個發音都可以傳到 傳到那邊去 你是不是有刻意在保護自己的喉嚨 其實講話還蠻累的 就是從早上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因為講話 我們聽說都抹到同樣 身帶的同一個地方 但我唱歌不一樣 我可以用不一樣的地方去 共鳴啊 或是唱 講話比唱歌來得更傷喉嚨 是喔 真的 因為你看很多長見 都是老師 或是演講的人 比起唱歌來講 我覺得講話比較傷喉嚨 那你是怎麼發現 你很會唱歌這件事 我沒有發現我很會唱歌 我發現我很愛唱歌 從小很愛唱歌 從小 然後我的姑姑啊 我奶奶說 我三歲 很慢會講話 然後會講話的時候 就會唱歌 哇 那真的就是 可能上輩子就會了 有可能 或是 我發現我小的時候 特別對音樂有興趣 歌唱事業 算是就很被大家認可嘛 然後又有幾首很著名的歌 大家都跟你連結在一起 像大鄰女子 這個 你當初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有覺得 她在講的故事 跟自己有相關嗎 曾經有過那樣子的心情 歌手唱歌是這樣 我一直覺得說 累積比較豐富的一些 人生的經驗的時候 對你唱歌啊 或對歌詞的理解 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是從很年輕 就開始唱歌 那並不一定 每一首歌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發生過 對 所以 當時我在唱 大鄰女子的時候 我有過那種心情 所以 我進入到歌詞裡頭是非常快 而且我的工作人員 很多都是那個狀況 可以稍微講一下這個狀況嗎 就是她副歌 最簡單的就是 女人啊 我們都曾經期待 能嫁個好丈夫 我們從小看到我們的阿姨 姑姑 隔壁的堂姐 表姐 我們每一次都會不定期的 他們家要辦喜事了耶 他的先生 表姐嫁了 或堂姐嫁了 就好像覺得女生 就是很傳統的就是 到了一個年紀 你好像女生就會 有一個期待就是 會遇到一個 所謂那個時候 你覺得對的人 然後就 覺得適合就嫁了 好像很傳統的 都是這樣的想法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想要嫁人 這麼想要結婚 大家都覺得 好像你人生大事 做完之後就沒了 殊不知 就是它就是一天 其中一件事 它就是你的人生的一天而已 那結婚之後 發生太多的事情了 我說真的 即便我現在已經是 失婚的狀態 我也是 我覺得 我還是想要回到我原來 就是說 以前我是 沒想過要結婚 我18歲的時候想結婚 19歲 還很天真的時候想要結婚 可是之後我是沒有想要結婚 所以我進入婚姻 我真的是當 可能當時被感動 我算是一個蠻樂觀的人 金牛座會樂觀 我超樂觀 我不樂觀 我真的沒有辦法 現在還在好好的人做在這 我也是 我覺得樂觀好重要 其實你要有一點覺得 算了啦 就這樣子 然後人生再繼續 而且可能會比現在更好更舒服 我看我附近結婚的人 其他人的婚姻 老實說快樂真的沒幾個 就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準備要結婚的話 你好好的再想一想 結婚的目的是什麼 辦個婚禮的話 那你就辦婚禮不用簽子 就是沒關係 就讓他們試試看 因為你沒有讓他們試試看 即便你現在告訴他們有多好或多不好 他們沒有試過是不知道的 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跟你分享 如果我有女兒 我一定不想要他經歷過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朋友附近都要跟我說結婚 我就會很冷的說 他是想要幹嘛 就算要生小孩 一起養住在一起 也不一定要結婚啊 而且說真的我現在講這個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打擊到很多人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婚禮當天為什麼要換那麼多套衣服 這就是三人的伎倆 我之後乾脆做一系列的 婚姻中的鬼故事 然後大家真的是再想一想 你知道我最近唱了一首客語歌叫 我要把你嚇死 是關於婚姻的嗎 其中一屆 我真的不想要大家沒有想清楚 就去簽了這個合約 但是Avelyn 其實你沒有去做過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想清楚 因為即便我想清楚了 跟你真的去做了 然後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些事情是你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你也不會去想說 如果發生什麼事你會怎麼做 因為發生了跟你去面對解決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就有點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收集一些這些鬼故事 每個人的不同的經驗 給那些未婚的人聽聽看 聽完之後你要是覺得 這些都絕對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就去解 我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 那你年輕的時候沒有做過一件事嗎 就是晚上去闖墳墓 沒有我膽嘲笑 我連鬼片都不敢看 那你怎麼敢結婚 就是你知道你為了要解除那個合約 你要做多少事情嗎 就是你要犧牲容忍 驗下多少事情嗎 這些可能是前面所有人生的濃縮的 這些東西再撐好幾倍 可是我們有最好的禮物 你說孩子嗎 孩子 但是有時候為了孩子要驗下更多東西 真的是 或許我們真的就是因為婚姻的關係 學到很多成長很多 好像有 也幫助我在唱歌的時候 就很容易投入 就是你要了解一個歌手 以往大家可能從我的歌曲當中去了解我 如果要我用說的 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完整 但如果聽我的作品 習慣我用唱的 大家可以多少理解一些 但現在又加上 我可能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創作 好比你寫書 或是你在這邊跟大家聊你的人生經驗 你也可以從我的創作當中 去了解一些我的感覺 比如說哪一首歌你最近很有感 你在寫的時候 像上一張我就寫了四首歌 有一首是跟我女兒一起完成的小胸 然後另外一首歌是叫做對面的我 我是寫曲而已 但歌詞當然是我跟創作人 葛大尾一起聊聊了以後 他寫的歌詞 那寫的是我跟我 因為我剩雙胞胎 我在看我女兒在家 明明就是同一顆卵子 然後分裂成兩個人 可是會幾位不同的個性 喜好也不同 在那邊爭鋒吃醋 或者是相對 或是相愛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想說 像我這麼不愛粉紅色 為什麼我生出一個 這麼愛粉紅色 又愛蕾絲的一個女兒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中性一點 然後我的朋友就提醒我說 會不會你生出來的 其實是你心裡面的兩種 你的潛在的個性 哦 滿有趣的 你可以從那個歌詞當中了解到 也許哦 也許我有這一面 只不過因為我的生活的環境 造就像我現在必須堅強 像我不覺得很多事情 可能別人看我辛苦 可是我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就覺得 你就面對啊 然後就會去解決啊 像什麼事情 別人覺得辛苦 你不覺得辛苦 像人家覺得 帶三個小孩很辛苦 我知道你生三個小孩之後 我就搖搖頭 叛了口氣 是是 因為我覺得 尤其小孩這件事 我明明就是一個 沒有那麼喜歡小孩的人 可是我對我的小孩 可以百分之百的容忍 無私的對他們好 雖然大家看到 好像帶三個很辛苦 但只要我跟他們在一起 或是他們的一些回饋 我就覺得 不辛苦啊 大概懂這個感覺 就像是 我們回過頭來看 自己可能很忙碌的 那段日子的時候 就會想說 哇天啊到底是怎麼過的 怎麼過來的 事情這麼多壓力這麼大 怎麼過的 但當你把時間 不要用這樣子回頭 這樣子看 而是一天一天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在每一個小時都在做事情 每個小時都在做事情 今天就這樣子過了 對 就過來了 好辛苦 我覺得人都是有一點 需要稍微去說服一下自己的大腦的 就是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當下 就像怎麼講 我很怕高 然後懸崖垂降下來的時候 你專注的只是眼前的這塊眼壁 你只要確認你的腿是保持垂直的 慢慢下來 你就倒地了 可是你在下來的過程中 一直看下面有多高 下面有多高 那嚇死 你同樣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的壓力會很大 就有一點點像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面對的演唱會 我就不要去想 演唱會有多可怕 就把他想說 就是唱那幾十首歌嗎 對啊 你就變成說 好我現在就唱這一首歌 唱完之後就 欸我就唱下一首歌 你就這樣子 把你的演唱會唱完了 這麼資深了 你還會擔心演唱會 會 我就擔心一件事 我唱不好 我知道 你一定會跟我說 怎麼可能 我不會 但是真的 我覺得越頂尖的人 越會怕自己失誤 所以我寧願用這樣子 來提醒我自己 因為我怕會唱不好 所以我就去練 一直練 因為大家一定對我 有一種高度的期待 你一定要唱得怎樣 但說真的 有的時候 那把尺其實是在我的心裡面 不一定你覺得好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 你都知道不好的時候 那一定是很不好 就是大家都看不到這些 很厲害的人 背後的這些苦戀 大家看到就說 他好像很輕鬆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唱了幾十首 然後回家這樣 就像你剛剛講的 這件事情就是相反的 就是這件事情 可能對來講是辛苦的 可是別人看不到 對我要在別人面前 就是表現得多 從容自在 那個背後 是我要付出很多 這樣講有點官腔 但這是真的 沒有人 就只是因為他 他這方面的支持很好 就不用做努力 就可以爬到一個地位的 我覺得天賦是會被拿走的 如果你沒有繼續努力 很快就沒有了 我針對唱歌這件事 我自己的感悟就是 雖然唱很久 你可以用經驗來cover 台上是很殘忍的 如果你沒有努力 你唱不好 就很容易有破綻 但是如果你沒有努力 只一直靠天賦 他就一直停留在這邊 你就不會往前走 然後慢慢的 別人在前進 你就一直停留在後面 就變成退步 你自己的人生上面呢 你會對自己 有一個期許說 你希望在某個地方 做到像誰誰誰的樣子 然後去鼓勵自己 往那邊去嗎 好比說我的事業上 我曾經有想過 我如果有一天 可以站在奧運會上 唱開幕式 那是真的很大的光榮 生了第一個小孩吧 經過小巨蛋 我心裡面就默許說 我有一天我要來唱小巨蛋 有了這個夢想之後 我真的做到了第一次 第二次到現在第三次小巨蛋 我覺得我現在有小孩了以後 我的生活不再是只有靠著唱歌這件事情 才能夠去達成我的人生目標 我覺得現在看著小孩成長平安 我覺得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我心願不大耶 我沒有想說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剛剛講的好像是一個 非常平靜且幸福的樣子 那你的演唱會叫做Rung Wild 好像有一種侵略性 對跟你所描述的這樣子的生活 感覺還是有點衝突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生出兩個個性的你一樣 那為什麼會想要叫Rung Wild 那是企劃曲的 開玩笑 當然是我們一起經過開會討論 由於是第三次 所以不想要有太多的框架 這個時期的框架會 當然跟五年前做小巨蛋 是不一樣的心態 其實歌手也是很平凡的人 我們都很平凡 我會發生的事情 可能普通老百姓 一般民眾也每天都在發生 我希望這場演唱會在這個時候發生 是沒有太多的框架 我們唱什麼都是成立的 好比現在我也可以創作 或是我可以寫客家歌 我可以唱客語歌 連這個我都可以做 好像現在我比較沒有包袱 比較沒有那個束縛去做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事 要能力所及喔 像你剛剛有淡淡提到說 可能幾年前你還沒有到 可以打破這個框架 可能是自己想太多 或是自己去把自己的框架給框起來 但現在記憶力也不太好 所以也沒想太多 所以自然就可能 那個框架的弧形 就慢慢把它拿掉 也沒有那個線條 所以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更自由了 但你覺得幾年前的那些限制 是從哪裡來的 從我從小到大 我的生活環境 我的原生家庭 像我只要講到有關於教養的問題 我還是會有一種比較緊張 或是比較嚴肅 那你可以說說看那些限制是什麼嗎 比如說五年前的你 你覺得限制你人生的東西是什麼 我很在乎人家對我的看法 不論是不是認識的人 整個一百條留言當中 你就是看到那十個罵你的人 為什麼 就是我們是求生本人啊 大腦啊像是一個不愉悅感覺的 一個魔鬼氈 就是大家說你好 突然看到有一個人講你不好 你頭腦就緊爆氣 緊鄰大響了 我有這樣嗎 我有這麼不好嗎 不可能這個一定沒有 就變成你的情緒被挑起了 然後你就會特別看 但是之前的說你好的 你都沒有反應 你就這樣略略略 很奇怪齁 就是人就是這樣 是每個人都這樣嗎 人就是這樣 那要克服這個東西 其實是要克服你自己的人性 像比如說有人在網路上重傷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怎麼會這樣講 我不是這樣子 我必須要跳出來幫自己平反 但是殊不知 這個是我們的原始設定 我們可能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需要應付的部落族群的人 大概五十一百個 可是現在你哪有辦法 有一個人跳出來講你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要回那那個時間 沒那個經歷 就變成我們要跟自己講 這些東西其實根本可以不用看 那人家要講什麼就隨便他講 我現在會的情緒是很正常 這個東西我必須要跟自己說 你現在已經不是原始人了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 先想想看他講的是對的嗎 他講的是不對的 他又不是你身邊的人 他又看不到事實 那就不用在乎了 沒錯 你的人生不是為了這些人而活的 有一天我退出了以後 你的節目如果還在的話 我們再來一次 感覺媽媽在擔心的東西 日後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就是要學會老話一句 好好照顧自己 講一下演唱會的事 演唱會就是10月1號會在小巨蛋 然後大家如果想來聽的話 就現在就可以上寬宏售票系統 請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10月1號當天 因為我今年的2月12、13 我跟長榮交響樂團 還有很棒的一個 國際級的指揮家叫錦文斌老師 我們一起在魏武營的歌劇院 完成兩場用全古典的交響樂的配置 全程改編羅大佑老師的作品 兩場的音樂會 我們把它都收錄起來 然後10月1號會出黑膠唱片 就同一天 所以喜歡黑膠的朋友 那天來演唱會 也可以買到黑膠唱片 你一次唱超級多首歌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首 應該說早期的彭家惠啊 製作部的同事收了歌 那時候是新人 我沒有太多的自主能力 很多的歌是當時我不是那麼喜歡 然後現在的我回去聽 我反而覺得 哇那個時候 我為什麼會討厭這個歌 沒有道理討厭因為寫的太好了 好比說李正凡老師 幫我在第一張寫的 舊夢這首歌 大概這10年多 我才開始喜歡 他寫的是一首全創作的歌 可是裡面就 加了一首50年代 夜逢小姐的落花流水 加上50年代的一首老歌 把它串在一起 你寫一首新歌 還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寫一首新歌 然後你又要把那個旋律 再套上 以前就很流行的歌了 這在創作上是難上加難的 當時的我 我是因為這首老歌 而覺得 舊夢這首歌很老氣 我當時不懂珍惜 然後愛唱不唱的 經過了26年之後 現在的我再回去聽這首歌 我就覺得我當時的一個新人 當時我24歲喔 我竟然可以收到這麼好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期的歌 記錄我當時的那個樣子 很多時期的我 我都現在看起來 我都還蠻喜歡的 整個的製作物到現在 也慢慢的 可以越來越接近自己要的樣子 到現在我自己收歌 自己做整張專輯 找製作人一起合作 我喜歡這一張的 裘德幫我寫的太難唱了 戴騙妮幫我寫的說實話 就很多歌我都很喜歡 因為幾乎都全程參與 整個的製作 這些歌都會在演唱會裡面被唱出來 會 喜歡逢家會的人 趕快去買票 還有一點點可以買 歡迎大家來 謝謝Julian 有空也可以來聽歌 你喜歡音樂嗎 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我沒有什麼會跟 有時候 會聽就好 聽得到就好 聽得到就好 我會唱很大聲 好好好 那就好 跟你聊得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跟歌手訪問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都想要大概知道說 歌手在唱某些歌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經驗跟這時候的經驗 然後在詮釋歌曲上不一樣 所以歌手都會有一些 我跟你說我那時候怎麼覺得 現在怎麼覺得怎麼看 這種有趣的事情 聽同一首歌的時候 他一定不一定會有我的想法 就是每個人聽歌他對號入座進來了以後 他不一定是我當時唱的那樣子的感覺 你知道我有一首歌叫 《走在紅毯那一天》嗎 有 我今天化妝師有講 OK 因為很多人會在婚禮放著歌 但你知道它是一首非常悲傷的歌 我就是聽到這個東西 它也是有個故事的 只不過不能告訴大家 因為我不想要打破大家的 對這首歌的那種夢幻浪漫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唱歌的時候 音樂跟歌手還有聽眾的那個連結 現在我就想說把歌唱簡單一點 留些空白的地方 給聽歌的人對應進來 因為你一定有你的 聽這首歌的時候的感覺 不一定是我給你的這個感覺 但因為藉由這樣同一首歌的旋律 如果做得進來那就很好 好那我們就謝謝Julian 謝謝Eva 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點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喔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